你可以舉起來 一隻手舉起來 我是影后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左邊視線 身體也是要往左邊 再來我們右邊好不好 影后我們看一下右邊的媒體朋友 來來來 我們再一次中間 我上台前我一直問雅妍 然後連路我就問了是哪一部片 我不知道是哪一部 上台我還問心如一次 他跟我講的是天使 然後 拍這部片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名相他本來小時候就有 聽覺上面的障礙 當我知道跟他一起搭配的時候 其實我壓力非常大 有一度曾經想要辭業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辦不到的事情 而且他只有短短 我兩個禮拜可以準備的時間 但是因為我蠻想跟傳統導演合作 我也一直很想要演 公式的人生劇展 然後再加上那個本 我自己看了很喜歡 我就覺得 好吧應該給自己這樣的挑戰 所以就 接下來 但是接下來就是一連串 挑戰 開始我幾乎每天晚上沒辦法睡覺 然後 只要一想到我要比手語 想到我要 學聽障朋友的發音 肢體語言 我就晚上都睡不著覺 然後就一直起尋麻疹 然後尋麻疹一直抓到 我自己不自覺 我在練手語的時候 我自己都不自覺 一直到 我發覺我手上有血 我才知道我流 被我抓到流血 所以這過程是一路一直到 殺青 這個症狀才停止的 聽起來我們都想哭了我們 真的是辛苦 而且你剛才說到更刺激的是 還問旁邊的人說 我兩部是哪一部啊 因為兩部片我都很愛啊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講是 完全是 就是完全不同的表演經驗 不管怎麼樣辛苦有值得 你要不要最後再來霸氣的說 你該說我是舞台一句演員 你在霸氣的說我是以後人 不好意思我剛才覺得我有點不太禮貌 你說一下我們喜歡你的霸氣 其實得不得獎對我來說 因為我每天都在做 演員創作這件事情 當然有得獎是肯定 但是我真的想 拿獎站在台上 是希望能夠借這機會 這十幾年來 這一路上真的碰到很多貴人 包括我的爸爸媽媽 從一開始 是極度反對的 我走表演這件事情 甚至我爸爸 都不跟我講話 一直到現在 只要我的戲劇 重播在電視台 他不論 凌晨五點半夜三點 他都會起來看 沒關係今天拿獎杯 之後回去跟他們看電視 好不好 這一路獎是要獻給 這一路上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OK 謝謝 謝謝我們的新科 迎後 顏利文小姐 謝謝 謝謝 我闡快 謝謝 謝謝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